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6月15日 星期四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首先講講治安情況 今次到尖沙咀 話說有個男住客在酒店裡住 喝醉酒醒來不見 整件事是怎樣跟各位一起講講 認真古怪 另邊廂局長黃偉良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業 說到有個別公眾月入中位數超過多少錢 今次開始鬧得熱烘烘輸入外勞的進展 若然不斷輸入外勞對香港的經濟有多大影響 看來很快就浮面 另外也講講有則數字 醫管局去年流失了多少%的醫生 急症室已經是重災 最新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尖沙咀酒店男住客喝醉 醒來就不見財物 惹來御劫二魂報警 報導機內問題 今天早上近8時 尖沙咀嘉年威老道一間酒店的職員報警 指一名男住客疑似遭到賊人行劫 現場在嘉年威老道20至22號地下 警員接報港字經調查過後得色 昨晚男住客曾經出席宴會並喝醉酒 到今早他醒回後發現有財物不易而非並非遇劫 據了解這個姓楊的男事主是內地遊客 他報稱昨晚在尖沙咀另一間酒店出席結婚晚宴 期間喝醉酒 到今早3時多他在居住的酒店醒回 發現他的傷情證和黑色iPhone11的手提電話不見了 懷疑在飲醉酒期間被人偷走 於是向酒店職員求助報警 警方調查期間和事主返回他出席宴會的酒店找回財物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案件有待進一步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 認真論盡內地客走醒後不見了傷情證 亦不見了一部iPhone11 即是舊電話 基本上應該沒有人偷才是 結果勞司又動中和警察回到酒店找回相關的財物 真是真麻煩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黃偉倫局長就說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業 個別工種月入中位數超過4萬元 報導的內容提到政府推出行業輸入勞工計劃 為建造業和運輸業界輸入一共2萬位外勞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倫今早6月15日在新城電台節目表示 本港個別行業尤其是院舍、建造、運輸等等 可見未來幾年勞動力需求持續 若果硬要為行業輸入勞工計劃定出一個短年期 並不符合現實 他認為建造業不少工種收入都不錯 鼓勵更多本地年輕人加入 黃偉倫說本港過去幾年流失了十多萬人力 失業率已經低至近3% 政府現在的做法不只是輸入外勞 亦希望透過本地培訓填補人力 被問到會否有意味未來要持續輸入外勞 局長指不損測未來的情況 他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行業 雖然辛苦但待遇不錯 部份工種工資中位數超過25000元 個別工種超過4萬元 因為未來幾年工營和私營建造工程都需求非常大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局長鼓勵年輕人加入建造業 雖然說到個別工種月入中位數超過4萬元 當然是說局長鼓勵 而不是他自己加入建造業 零邊商近期有一個輸入外勞的情況 不斷被問到究竟會否定一個短年期 即有一個有時限的輸入外勞 不過局長就說是不會為計劃定一個短年期 究竟是否代表著持續輸入外勞 暫時未知 真是沒有硬看 另邊商就說 建造業有很多工資中位數超過25000元 待遇不錯 不過相當辛苦 局長今早在電台鼓勵年輕人加入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的士的車費27元 給100元 司機說沒得抓 想照收一塊錢 港女一招KO 的士司機立刻抓錢 報導的內容提到 這位港女上星期五 6月13日在Facebook群組 的士乘客及司機行為分享區 發貼文講述事件 指當日早上講時間 所以乘的士 由觀塘旺九龍灣 指司機一上車 已經咦咦咦咦咦咦 到達目的地過後 按麥錶車錢27元 事主於是給100元 想著找錢 司機說沒得抓錢 就說要我下車找地方唱 我問他有沒有電子支付 他說沒有 甚麼都沒有 又要求他要是你下車 去附近唱錢給27元 要是你就給100元 事主拒絕妥協 露爆一句 我說時間不會跟你去唱錢 100元你也沒得抓 你學甚麼人炸的士 司機這個時間才不情不願地 抓錢一邊鬧一邊拿錢 出來抓 說每個人回答27元 都給100元抓 怎麼辦 要怎麼辦 事主心想 有本事你就不要抓錢 你犯法又不是我 最多就是報警 事件人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批評的士司機的行為 說事主做得好 就說500元可以叫人抓散 100元散至沒有你回家睡覺 不要開的士 也有網民認為 事主應該要有同利生 就說張心比己 每個27元車錢都給100元 若然10個都是27元車費 就很麻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最終的士司機是有錢抓的 這件事寫了上網 意見都相當兩極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另外也說說這個數字 根據HK01的報道 醫管局去年流失了7.6%醫生 急症室已經重災 三個專科新證至少要排100個星期 報道幾年問題 本港公營醫療系統長期人實不足 新一份立法會數據透視指出 2011至2021本港註冊醫生數目上升了21% 不過會1000人口當中只有2.1名醫生 醫生與人口比例遠不及台灣 新加坡等鄰近地區 加上近年醫管局離職率攀升 進一步增加病人輪候時間 當中也提到離職原因據報 包括退休、轉往私營醫療機構工作或移民等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數字都相當誇張 醫管局去年離職率 醫生已達到7.6% 而護士更高達11% 結果有三個專科患診 新證排超過100個星期 應該從未試過這麼誇張 以前也沒有這麼誇張 現在越來越差 另邊廂會1000人口 只有2.1名醫生 低於台灣和新加坡等 若然政府不肯下定決心 增加資源 去改善公營醫療機構的醫生待遇 也挺難搞 另一方面是輸入外勞來解決問題 若然是這樣 是否真的有效和有用的方法 這真是見仁見智 另外也提醒各位 九一百物騰貴 星島日報報道 巴士加價 6月18日開始調整票價 近九成的乘客 會程車要多給5毫子 報道內文提到 運輸署今天 6月15日提醒市民 各專營巴士 包括龍運巴士有限公司 乘巴 新大魚山巴士等 五間公司 在星期日 6月18日開始調整票價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報道 近九成乘客 會程車要多給5毫子 少數怕長解 簡直是百物騰貴 不過相關巴士加價 行政會議批准 結果 壓最新的情況 反映於6月18日開始調整票價 另外也提醒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馬鞍山泥沖石灘上 留下藍莊皮鞋 警方消防展開水綠手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惹來墮海移運 希望最終無礙 希望虛敬 暗邊留下這雙皮鞋 結果現在 各位救援人員正在搜索當中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 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